好久沒做過這個動作了 好,現在就沒什麼人了 大家好呀,歡迎來到Channel 霍術師帶來歎世界呀 今天呢,這裡身後面有什麼地方呢 有沒有看到呢?我不拍他了,因為有很多人 這個就是香港的國際機場 我們就要搭飛機出去玩 去哪裡呢?我們就去坐郵輪 但是這次就不是香港上船了 就去到歐洲上船 給大家提示,我們去羅馬上船 那這艘船是什麼呢? 就讓你猜一下,地中海 我現在上去,你猜一下我坐什麼船 還有什麼提示呢? 猜中沒有獎 猜中雖然沒有獎,但也可以猜一下 是手寒 手寒 手寒 這艘船呢,我們走八天七夜 這東西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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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從游這個機場呢 有一種很棒的感覺 香港國際機場是全世界最好的 你一直的設施呢? 是啊,三年沒有來到 可能再重新有些裝修過 上升了 那首先我講一下廁所 因為我們必去的,對不對? 廁所漂亮很多 然後呢,外面呢,就有一個針水的機 這個一向都有的 但是,凍熱水都有 不是每個地方都有 凍熱水,很容易用的 還有紙杯在外面 所以呢,坐飛機呢 拿定個暖杯都可以的 港女杯 對,拿個港女杯 拿個港女杯出來 或者拿膠瓶,可以裝水 那你在飛機就不用麻煩空姐 我叫空姐,只是拿酒喝而已 還有呢,有很多充電位 還有椅子都是非常舒適的 等下看片就會看到 對,每個位都有充電位 對,差不多要上機了 那我們又去哪裡? 先去台灣 又去台灣 去台灣再轉機 去台灣當然要坐遊輪 要坐飛機 好,出發了 拜拜 趁搭飛機的時候 再給大家補充一點資料 相信大家都猜到 我這次上什麼郵輪了 這次就是上大洋郵輪的 以麗號Vista 進行它的首航行程 原來大洋郵輪 是屬於挪威郵輪旗下的 今年剛剛導入20周年 而在這11年裡面 它從未有一個新船 所以這隻船就萬眾期待了 這隻船在大洋郵旗下 是屬於最大的一手 它這次的噸位 去到6萬7千噸 可以載1千2百人 員工有800人 所以比例上比較高 職員和乘客的比例大約1比1.3左右 所以服務質素應該可以提升 還有它這11年代 第一手新船 所以它全船的設計 是全部100%的露台房 它不存在內倉房和海景房 當然全部都是露台房的話 它級別上也會有分別 價錢上也會有分別 也是這次因為首項原因 所以我們兩夫妻特意 飛過去羅馬意大利上船 這次系列比較長一點 可能分幾集 當中包括我們去玩的什麼 還有自由行的郵輪攻略 在我們搜集資料的時候 都會發現 YouTube上面很少資料 去介紹怎樣由羅馬的機場 去到他們的碼頭 這部分我們會詳細講解給你聽 還有其實羅馬也是一個很大的港口 因為很多地中海的郵輪都在那裡上船 但如果你不懂得去都蠻複雜的 所以我們會詳細告訴大家 怎樣去到這個碼頭 或者碼頭附近會有什麼玩 所以大家密切留意和追看 羅馬的機場 羅馬歡迎你 終於來到意大利的首都羅馬機場 就是達文西機場 首先先拿回行李 接著我們會搭火車 出回碼頭附近的站 叫做奇惟塔韋基亞 剛才那部機場可以買火車票 有信用卡就可以了 走出機場之後 走過對面馬路 就會看到火車站 應餘這個便是 在這個位置進去之後 就向上走 看到扶手電梯上去便是 除了可以現場買之外 亦可以上網購買 大家可以下載這兩個APP 我用左邊那個 就叫做Train Timetable Italy 裡面可以看到班次 下機之後 就馬上看到最近會有什麼班次 我們剛才用了自助機 買了兩張票 現在示範一下APP怎樣使用 首先要登記 在香港下載的時候 就預先做定 進去之後 首先就是選擇你的出發地 就是一個達文西機場 另外到達的地點 就是一個奇惟塔韋基亞 跟著選擇你的日期 和時間便會出到班次 你會看到班車 會是幾點鐘開出 和幾點鐘到達 如果中間需要轉車的話 這個都會看到 甚至乎中間要轉車的時間 亦都非常準確 看完價錢是正確的話 你便可以進去 進去之後 你會看到有選擇人數 就視乎你幾個 按下多少 跟著便會跳到意大利火車的官網 你正式便可以買票 你留意 有時有些直通車 會快些 但相對價錢也會貴些 而這個第一班 就是Leonardo Express 它便會貴些 兩個人便要53.8 而時間便是最快的 但下面你看到R 就是Regional Train 時間便會來少少 但價錢便便宜 只需要22元 你會問 如果我不搭火車 搭其他車可以嗎? 當然可以 你可以包車或搭的士 不過來之前我就問過價 要差不多2500元起 有錢的你們都可以選擇一下 我們已經去了羅馬火車 我們已經到了羅馬火車 去羅馬市公主 我已經到了羅馬市公主 我們已經到了羅馬市公主 其實羅馬的火車都很容易搭 只要知道自己的站名字 看時間都很準時 每個站的時間都剛剛好 如果你上車想睡一會 你調整鬧鐘 到鬧鐘響的時候 你就到達那個站了 我們在第一個站上車 所以都沒有什麼人的 你看到車廂都很乾淨的 上面都有一些位置 讓你放一些手持的行李 不過如果是行李箱的話 可能就要找個地方放置 建議大家買一些 例如單車位置 你就可以鎖住病 你就可以安心一點 今天天氣很漂亮 現在有火車上面 火車要小心一點 這裡是沒有行李位 所以如果太大建議 會有點亂進 如果你買了全日的票 或者是幾天的票 上車前就記得打卡 隨時會有職員查票 大家認住這個站 ROMA TRANSFIRE 這個站主要是用來轉車 尤其是我們去這個 油輪碼頭的站 通常都會在這個站轉車 看清楚 月台屋就會寫明 車會去哪裏 不過看看時間 如果不趕的話 可以慢慢登車 如果不然的話 要去抽著追 好漂亮呀 為什麼這麼漂亮呢 火車真的很舒服 很舒服 當我們在火車看到有海的時候 就告訴你 我們差不多到達了 看到遠處有一輛Costar的郵輪 就是排在郵輪碼頭 那就是我們上船的地方 得到達火車站 那下車的面貌就是這樣 非常之方便 我們終於已經到達 hedger 我就能解鎖了 等於意大利火車了 居然到我們想去的地方 這個站是祈維塔維基亞 由火車站走到碼頭大約30分鐘左右 去到那個閘口 然後再坐飛機上船 如果你預計坐飛機立即上船 我建議大家可能要坐的士或馬頭 但通常我會早一日到 時間上安排會比較舒適 因為有時你會知道是航班 有時一延遲上船 你追不到船就麻煩了 這裏沿途有很多酒店或Airbnb都可以租 而今次我們選擇租了一個近碼頭的Airbnb住 而在火車站附近亦非常多食物 首先先回去放下行李 然後再出來吃東西 今次有租住的地方很近郵輪碼頭 但走十分鐘就可以到達 這個地方就是 轉入一條街就可以看到 樓下也有它的名字在這裡 到達後需要打電話給屋主 所以需要有電話卡 就是藍色這張紙 聯絡到之後它就會下來開門給你 這裏有升降機 在歐洲來說算是難得的 因為之前試過在西班牙 我要走四層樓梯 好 今天我們在羅馬租了B&B 這間真的很棒 首先它有一個廳 這個廳是公家的 為什麼呢 因為另外還有一間房間 還有主人可以在旁邊的房間 都會過來的 這個設備很齊全 有咖啡機 杯 還有餐具 因為這個是包著早餐 早餐已經準備好了 有水果 麵包 有拆的醬 還有雪櫃 我給你看一下雪櫃 它已經告訴我們 裡面 夜飲已經準備好了 上層是那間房間 有一個男生 下層是我們的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 自己拿去喝 減了一些擺設 有些大的外套 你可以掛出來也可以 有微波露 另外呢 這裡準備了很多 那些旅遊的書 給我們 有洗手液 有Wi-Fi 屋主就住在這間房間 很方便 進去我們的房間 我們房間是有冷氣的 很乾淨 很白色 舒服服 OK 還有窗 另外有個衣櫃 不打開給你看 另外有個電視 都很舒服的感覺 對 都應該可以的 另外這裡就是 洗手間 隨便看看 咦 廁所 很乾淨 白痠痠 另外呢 就看到一塊鏡 那這邊呢 就準備了很多毛巾 有些用了 我們 有個 棋缸位置 洗手盆 那些東西 這裡 OK 我告訴大家 那為港幣 八百多元 一定便宜過 在羅馬 住手店 由我們住的地方 走出去 就有很多餐廳 可以在這裡吃東西 還有這裡附近 全部都有些城堡的建設 可以出來打卡 拍照 這裡走出去 就會看到碼頭的位置 哇 看到有郵輪在外面 看到這隻是什麼來的呢 看到 郵輪呢 你可以認一下它的煙通 它黃色的煙通 這隻就是Costa 來的 不過這隻是什麼 好呢 就真的要再看清楚才知道 一會兒我們會去到 郵輪碼頭的入口 拍給大家看 怎樣由碼頭 走去火車站 那反過來也一樣 這裡就是郵輪 坐Shotobus 的地方 這裡上船下船 都要坐Shotobus 沒有空間走出來 到這裡之後 平日你下船的時間 有很多人在這裡放些攤檔 料理租車 一日遊 之類都會有 但是這個時間 就上船 所以攤檔已經收完了 剛才那間 原來就是Costa的 斐塞海案號 現在那些客人 都已經慢慢上船了 外面這隻就是了 你可以認一下這個地方 我相信很多人 就算來意大利 都很少來到這個地方 趁著坐郵輪 就可以遊遊遊小鎮 現在就帶大家 走到火車站 和沿途欣賞一下風景 可以見到 有一個麥當勞 很大塊牌 沿著這個位置就是了 出來之後 這個應該是消防局 如果沒有菜 過馬路的時候 你就要看路 它一樣 我們可以走 過馬路之後 沿著這條路 走過去 你看到前面有個 巴的 有個巴字 那條街 走 你看到附近有幾個轉彎位 有叫Hotel 有東西吃 這是回旋處 你看到這棵樹很漂亮 這棵樹 我們一轉過來這邊 剛才我說 有個巴的位置 我們沿著這條路 繼續走 我幫我們看車 這裡 一轉過來 你看到有些 souvenir shop 你認住這個位置 這個店 這條街 直走 就對了 有什麼地方可以認得到 方便一點 前面這裡 有一個好像城堡 那樣的 的問題 可以繼續向前走 你可以繼續向這條 直走 就會去到的 我們就轉了下來 這裡走走 這裡是出海皮的 因為可以回合之前的路 現在一走下去 看看海景 這段 你就自己選擇了 都沒什麼做 到處走走 都可以下來這裡 逛逛 但你說不是 趕著出去 羅馬市中心 那你就要快點去 追火車 嘩 嘩 今天很涼爽 現在是20度左右 至23度左右 到處很漂亮 這裡就好像一個 城堡的外場 原海 可能當年也是城堡 來的 所以守護著這個海港 所以你看到 旁邊 全部都是城堡 城堂來的 這個城堡上面 走前一點 會有條樓梯上去上面 有些餐廳都在上面 亦都可以自己來試一下 天氣好正 我們下來 周圍走走 從這個方向 繼續向前走 接著就會看到這個城堡 就是米開朗基羅堡 是源於16世紀 用來防衛這個海港 免受海道入侵 接著沿著這個車路 右邊就是海皮 接著直走過去就是 如果剛才沒有轉到海邊 直走都會來到這個位置 接著這個路走 大約10分鐘 就會到火車站 左邊一直有很多餐廳可以吃東西 而我們右邊就是沙灘 看到摩天輪 我們出去看看 看到前面有一男一類的 打卡女的雕像 是不是很熟口臉 它就是擁抱和平雕像 紀念二戰結束 靈感來自一張 叫敏別戰爭的照片 當時水手正在和胡士親吻 繼續向前走 如果你看到這些畫 就應該差不多到達了 這附近的小鎮 給我感覺到軟離飯蕁 給我一個很寧靜 及很放鬆的感覺 沿著這個樓梯一向上去 就會看到火車站 就是橙色這座 地區 到我找東西吃 所以才去查看 火車站對沿沙河河的地方 也有很多菜 還有很多人已經開派對 這些菜的ńsks 非常冷靜的 最後我們選了一間The Jungle 就去試一試了 吃東西啦 首先呢 嘩 吃一個 好大型Pizza 他還想叫我們 一人叫一個 他很好奇 為什麼你們只要吃一個 這次真的很厲害 我一個人吃一個Pizza 哇 這個 我平常我們 四個人才能吃完的Pizza 我一個人吃真的很厲害 我們叫一個好像比爾索斯 現在要吃到Cizza 我現在要吃一下Pizza 先吃到意大利 很豐富 但這些橄欖油 在表面上都很滑 很脆 哇 好棒 開槍 很跳 很輕 有刺激的麵 有很多的番茄肉 很脆 很脆 最厚的 原來竟然跟我們在香港吃的 有些不一樣 看了它的味道 這個CCC Salad 味道都不錯 這餐連兩杯飲品成為 31 歐 加上景觀簡直一流 我們在這裡打卡之後 就乘火車出羅馬景點了 下一集就和大家出去羅馬 看看有些著名的景點和準備上遊論 記住密切留意我頻道 記得訂閱、讚好和分享給 適飲、適食和喜歡玩遊論的朋友 下集見 拜拜